我在踏入成人產業之前 我是在製造業 唱啊 生館啊 品館啊 花季啊 然後甚至有時候還要 先送貨 高級打雜小妹 在演戲的時候 我會不大感 跟男優對視 有時候已經拍八九十部 你還不敢看男優眼睛 大家好 這裡是思春社 為你解密 你答案拍到我的姿勢 我是夢夢 一個色彩的AVG唷 在開始之前 如果你對大人的姿勢有興趣 歡迎你按讚 留言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全台最美常推旅喔 李子萱 嗨 大家好 我是子萱 一百七七公分 五十三公斤 很努力在吃 歡迎大家努力拍打餵食 請進來餵食 餵食都不好吃 子萱現在進來 這個業界已經多久了 剛滿兩年多 那你自己的話是拍過幾 還沒上的應該八九十有 那你自己覺得 就是這個八九十部算是多的嗎 你自己覺得希望可以突破幾步 沒有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我其實前面 大概一年半的時間 是我的片量是算少的 可能半年沒工作啊 或者是三四個月沒工作 因為我那時候 配合的片上比較少 我的片量暴震大概從去年 大概11月開始 就是這半年才開始 包包包每個月開始 也沒有啊 這一兩個月 但是這一兩個月才開始 然後你持續是熱門紅牌 可以一個月接到時間 那你現在就是 大部分演的角色是哪些角色 你有什麼想要挑戰的角色嗎 我們這邊歡迎不要片上許願 我的角色我覺得我還滿多變的耶 像我也演過媽媽 姐姐 阿一 我最近還有 女僕蘿莉 劇情蘿莉 我的朋友都說 你那麼大隻裝什麼可愛啊 我問我為什麼大隻不能裝可愛 我想要拍那種很唯美情緣的那種 就是那種氛圍感很好 像是女性上的AV 對 但是我希望可以讓男生也投入進去 而不是專注只是插入 然後抽插的畫面 你還沒有進到這個成人產業之前 是在做什麼工作 大家應該很意外 我在踏入成人產業之前 我是在製造業 工廠嗎 對 我在工廠待了6年多 在傳產能待到6年多 代表你還能吃多餐 廠啊 生館啊 蘋果啊 會計啊 然後甚至有時候還有一些總貨 高級打雜小妹 什麼都要會 那樣子的薪水是 狀況比較特殊 雖然我的薪水低 但是就是 老闆就是會額外給我一些比較多的 BONUS BONUS 老闆跟你有關心 類似另外種吧 如果我有Sugar Baby 我絕對什麼事都不做 我叫他養我 我還不會去製作業做6年 可是我覺得我蠻謝謝他的一點 如果他沒有把我帶進去這個工作的話 我現在對工作的責任感不會那麼的強 那工作責任感很強 這個東西有辦法舉例嗎 因為你這樣比較濃碰看的想像 廠商跟我敲檔期 比如說他上個月以後 我敲今天好了 是 我可能時間快到的時候 我就會說 劇本出來了 服裝出來了 因為我其實住南部 所以我都是 提早需要去準備 因為有時候如果我剛好 他給我服裝的時候 我已經在北部 我就沒有辦法給他定裝 所以我都會提前高裝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提早把東西準備好 就是你們方便我也方便 那你怎麼會想要從製造業 轉到跨到成人來業 這個跨度很大 因為那時候就是 工廠的話 就是有一些內部的問題 所以我離開 那我離開之後 我就是兼兩份工作 我是先在隱嫌禁門市賣隱嫌禁 就是日韓的那一種 然後我同時就是又回歸直播 直播是哪一種直播 灰色替代的直播 就是企圖是依自己決定 經紀公司的老闆 他就是有要求我的經紀人 要去開發AB女優 那因為我以前就是 喜歡交朋友 所以我的人脈會比較廣一點 那我的經紀他就是 跟我說 請我拜託我幫忙說 欸可不可以就是藉由我的人脈去 找尋AB女優的人 對 那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是非常缺錢 我就聽了一下 我就說 那我可以試試看 不是直播做不好 其實直播認真要做也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以CP值來講 當時的我的狀況來講 我直播穩穩的做 但是我還是也需要一部分 就是比較 馬上可以高額的薪水 像那個時候就是想要 馬上賺到一筆塊錢 但在拍了八九十部之後 現在你應該擁有更多的選擇權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你的想法有改變嗎 我現在就是心態就是後來開啦 那我就是除了做AB女優之外 那我還想要參與就是更高規格的 就是參與幕後的製作啊 製片等等之類的 甚至我也覺得就是演戲很有趣 我會想要就是演 更挑戰自己演技的東西 因為我知道自己有很多附屬的地方 那我就是很想要就是去精進 在演戲的時候 我會不大感覺 跟男優對視 可是你拍八九十部 你還不敢看男優眼睛 拍了這麼久之後 我還是對視到那瞬間 我就覺得好害羞 你內心的本性就是這樣 是一個害羞的人 有時候我就有在努力的就是 盯著他的眼睛 我會一直告訴自己說 他就是我喜歡的人 他就是我喜歡的人 聽我們劇組人員說 子媗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技能 第一個就是 寵物零食 手作零食 才人 然後最近的話就是有接觸一些 身心靈的療癒 身心靈療癒是怎麼做療癒的 其實我目前是參與所謂的調品啊 然後金錢課程 跟就是脈輪清理的課程 甚至還有其他 其實有時候很多事情就是一個轉念 我現在就是基本上 我的情緒轉換跟舒嬅 我自己其實可以控制的蠻好 也會就是希望我身邊的朋友 就是我可以跟他正能量 那你自己在學習了這麼多斜槓的技能之後 有沒有覺得這些斜槓的技能 可以装作你的AV旅遊這個本業 或者是他們有之間相互影響到的地方嗎 我覺得有 因為就是我的心態轉念的 調整成正確的觀念 差不多也是我開始挑品的大概一個月 然後再來就是我會變成就是 因為我以前朋友都有 有時候朋友其實都會知道 就會來說 嗯 在拍 沒有 那不是我 那是長得很像我而已 然後到現在我就會很大方的成熟 最愛那邊生活 畢竟拍兩年了 再否認很難拍不及了 對啦 但是我會就變成說 其實我拍這個 我也是間接的我在幫助別人 我是肉身菩薩 差不多這種概念 我一直都這樣這麼覺得 那你在下班之後 有什麼樣紓壓的方式嗎 像我的話我自己 過我家的貓狗 我看牠們 然後帶牠們出去遛狗啊 就會覺得很療癒 或者是泡澡 我自己滿喜歡泡澡的 或者去運動之類的等等 我的話就是 如果我們家狗跟貓 然後再來就是 我可能真的今天很流 或是情緒很不好的話 我會把家裡面打掃一遍 你什麼時候心情不好 你打給我 我家裡走你家 你換我去料理 有時候就是真的 累到不想動的話 我就會點蠟燭 我們這邊就有一份蠟燭 這個是幫Sex的 情趣大麻精油蠟燭 這個是宜蘭口味 但還有其他 是拿大麻子的口味 宜蘭味的 我比較推薦情侶使用 宜蘭最著名的療效就是 引起人他的信誉 所以如果你男朋友 對你沒有什麼興趣的話 你可以點 如果你女朋友 對你沒什麼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點 通常都是我對男人 沒有什麼興趣 你才拍A片拍兩年 你就沒興趣 太誇張了吧 我就會覺得說 就一直在拍片 我要維持小姐的狀態 就是你不要碰 你走開 拍片需求比較大 所以在平常的時候比較少做 我還是會看耶 因為如果我跟你講 真的不要 你就不要一來 但是如果我就是那種好男伴來一下 可以 那就可以 但是不要比我 真的 如果你是紫萱的男伴 就是你買這個 點下去給他聞 這個非常非常有質感 它上面有雕化 隔著應該就可以聞到 是一個比較濃烈的 吹琴的語言 肥皂 沒有 等燃燒你就知道 太生物了 我平常都點生物 比較穩定 我進化自靈 那如果你想要 引起其他人的信誉的話 吹琴吹下去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想問我 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要買 我們進去蠟燭 上下方置頂連結 我是冒冒吃的 我們在獅村社 拜拜 拜拜